站在佐水溪阳城的房子 大概有三大面向 一个就是水覆盖 这是我们经济部水历署负责的主要的部分 另外就是绿覆盖 绿覆盖包括保安寧植树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因为大家过去都知道 我们以前很多保安寧可以对红包丝去扎掉 正头就比较不红包丝 所以若要为了开发 把很多保安寧都凑掉 所以我們今天是行政院議長 聯議長特別 就在我們經濟部 農委會 環保署 國管政府 來這個地方來選擇說我們還要整個美復蓋 包括保安聯 這是指數最大的目標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一般的地方的那個 方向所的管理 特別說有營建的工地啦 農地啦 路啦 金座啦 這些事大家都要處理 這裡有辦法讓我們的這個 方向山 或是這個PM2.5 這些事 這裡有辦法感 尤其營燥 那這個 收藏之後營燥 這些影響也是很大 我相信這些事 大家都做得來做 當然 工廠很輕 這些工廠的叫做固定汙染源 我們每一期營營 我們當然都會來關折 它要排放多少 都會有這個政府的標準 這些我們都會來處理 今天最主要的這個就是 透過水覆蓋 綠覆蓋 羅水圈 河川 洋子的房子 這是最重要的考慮 所以今天是 包括桃園一些 中草的 補中草啦 草寺啦 野草寺啦 這些都綠覆蓋的部分 正四覆 以前這個時間點 大家也要拜託 我相信 頂一處印章就拜託說 九月到十二月 十二月中間 不然是四覆 還不然是發議的時候 那時候要補中草 這點也尤其 特別要拜託大家來配合 謝謝大家 今天指數的樹種是 草海童 黃景 等 就是適合這個河岸 還有這個賓夕的這些樹種 那最主要是配合水利署的這個防塵的這個計畫 陽城的這個防治的計畫 那整個陽城防治的這個計畫 事實上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智力 除了水利署 它從河川地的整治 或者是水的這個導入的計畫之外 那跨部會 我們這個農務會領務局負責的部分 就是在一些適合的賓夕地區 來構築這個防風 還有防風沙的這個領帶 那希望透過這樣綜合的治理呢 能夠為這個陽城 能夠達成一致的效果 陽城的防治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當然第一個要把沙岳做一個比較好的控制 把水量做得比較好的控制 所以我們也願意在這個佐血溪的上游 包括吉吉蘭河岩的這個地方 吉蘭河岩的操作運轉 或是吉蘭河岩清澀了之後 對一下游有關於取水 環環安全 就是陽城的影響的部分 可以做一個全面性的營救 那過去這三個月來 我們非常感謝淤泥地區的這個民眾 特別是在河川高山地 許可種植的農民 配合政府的這個作為 在這個高山地裡面 未然是在栽種這個西瓜的這個作業 我們可以看到很好的這個 用這個覆蓋鏡的房子的工作 上這個陽城房子的工作 行政院指示我們在各單位 包括他本身專業執買 比如說在我們的部分 就是在河川的管理的部分 包括蘇峻的部分 這個部分還有 上面有吉吉蘭河岩的放寫部分的部分 那至於說植樹的部分 那我們就有借重蘇峻的專長 那其他環境保護的這個措施 就有賴於說環保署 還有地方的環保局 提供我們專業的協助 就一直困到 我們濁水溪兩岸的這個民眾 那過去我剛剛已經有說到了 我們比較重視環環安全的問題 那至於水環境的維護 甚至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的部分 確實在洋省的工作上面 雖然說我們有一些的資源的投入 但是沒有對齊的資源 效果相信是會比較明顯 那目前提出來的這個五年的這個計畫 有有秩序的來進行 所以其實從這個中沙大橋一直到出海口 將近有六千公頃的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透過這個環保署給我們提供的 還有我們自己掌握的衛星資料 每年平均移動的裸露面積到兩千公頃左右 那這兩千公頃左右的這個變動的範圍 就有必要透過中和性的處理 包括水附蓋、濾附蓋 還有其他的處理 包括輸菌的部分 來獲得它重合這個功效的產生 那經過我們的這個觀察 從我們從去年年底開始 實施到現在 整個沿線的這個側站的部分 在DM10的部分 都有稍微下降的情形 但是在今年這個月的月初 當然東北氣候有比較大 當然也會產生一些洋城的問題 但我相信洋城的這個工作 我們立定目標 然後集中的這個資源 只要我們有決心 那洋城的問題 對,或是相當不容易 我想站在環保局的立場 那指數的活動 都是對環境是有幫助的 那尤其是這次又在佐水溪的沿岸 那其實整個佐水溪沿岸部分 那除了在雷厝那部分 有一些空窗的部分之外 那另外就是賣掉這部分 我們希望說 農委會這邊 如果可以把整個 所謂的防風林 把整個把它串起來的話 那我想整個 對佐水溪洋城的一個 抑制也會有很大一個注意 那這一個帶狀 是大概從哪裡到哪裡 目前的話就是 整個從二輪這邊 一直串連一直要到 所謂的麥打出海口 那現在在補強的就是 麥打出海口 跟輪背的貓好桿 這一部會再做一個補強 那這樣有多長 多長 那整個大概是 10-15公里左右 謝謝